你沒看錯 全家門市走到堆滿的 不是零食飲料 竟是快遞包裹 其實是進來電到電 物流貨量超出負荷 最近都比較慢 可能貨量太多了 零蝦皮拍賣包裹 還要再等一等 只是等了好久 貨物卻遲遲沒有送達 讓消費者氣炸了 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 已經都出貨到第四五天了 都還沒有到貨 所以其實我自己 這裡也蠻擔心說 會不會就卡在全家那邊 證明小姐痛批 就怕等了超過四天 就算到貨也可能用不到 根本白買了 看到蝦皮拍賣官網 11號公告 暫停全家物流選項 原來是和全家合作的 購買99元以上免運活動 沒想到貨量多到塞爆 超商自家的物流公司 因應不及 賣家就通知我說 延後出貨到5到10天才收到 其實這個是很大的困擾 坦白說這跟我在買 國外的商品 所以這真的有點太誇張 全家也坦言包裹量比以往增加兩倍 物流公司已經趕緊增派100名人力 24小時處理包裹改善狀況 消費者有契約上的關係 是跟賣家請求賠償的這個對象 應該是跟賣家來請求 賣家這個時候跟蝦皮啊 或者是起蝦皮再跟那個運送業者 另外在內部的求償 消保官強調蝦皮拍賣推出活動 要對消費者負責 也需要公告提出補償措施 只是寄貨大遲到 難怪引發消費者抱怨連連 記者陳子芬李文科特別報道